一切皆有因果 天晴棋盘 那是他们的结束 目的是棋盘在哪 棋盘就在棋盘里 这岂不是循环死结吗 循环自然 生生不息 哪里会有死结 只看天意 夫子的这几句话 说的是不是有点绕 其实整个过程真的是很绕 天启十八年 烂科寺一战过后 宁缺与桑桑坐着黑色的马车 已经消失了整整一年 而且世间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在哪 仿佛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 大师兄里慢慢靠着无惧境 在世间穿梭寻找宁缺和桑桑 游遍了珠山 跃进了四海 从秋天到秋天一年三百多日 整整一年里 他寻遍世间所有的佛寺 疲惫而憔悴 满身封尘却从来未曾停下过角度 殊不知当时齐山大师 在开启棋盘世界之时 同时也开启了天晴法阵 将主仆二人连人带车传送到了极西荒原 宁缺二人刚从棋盘世界出来 就已经到了天晴不可知之地 玄空寺的附近 也看到了那棵佛国的天晴树 二人驾驶着黑色马车 孤独地行驶在玄空寺附近 桑桑外出打水 遇到一名面色苍老的老僧 这名老僧正是玄空寺的蒋经大使 见到桑桑后老僧脸色骤然巨变 悲悯的神情突然变得杀意凌然 掌中接出一道极为精纯的佛西 从桑桑的头顶射入了他的体内 互为本命的宁缺 感受到了桑桑受到伤害 立即拉开元十三剑 一道蕴含浮翼的剑枝向着老僧极掠而去 瞬间便穿过了蒋经大使的胸膛 就在宁缺杀死玄空寺蒋经大使的同时 元十三剑 七年也感知到了元十三剑发出的气息 于是便通过钟声将李漫漫换到天晴树下 七年大使找我何事 铁剑刻的字 虽不如毛笔写得好 小石丁 你这是要告诉我 你还很好吗 有钟声换你来 不是让你来赏字的 一年过去了 书院还不打算对十三先生 庇护冥王之女这件事表态吗 当大师兄看到树上留下的时间之时 却是正正发愣 现在明明是天启十九年 为何宁缺留下时间却是天启十八年 经过了短暂思考 李漫漫才终于明白 为何自己苦苦寻找一年始终无果 原来是骑山大师在开启七盘世界之时 开启的是七盘背面 正面进入是人间一念七盘一年 而背面进入正好相反 所以宁缺在天晴树上留下时间 才会是天启十八年 大师兄仅凭着元十三剑的气息 也终于找到了宁缺与桑桑 此时的桑桑气海已被蒋经大事封锁 已经陷入昏迷 体内的阴寒气息越来越重 冰霜布满了桑桑的脸颊 大师兄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念力 终于打通了桑桑的气海雪山 史上最好的大师兄 为了小师弟不惜耗尽了自身 我找你们找了一年 一年 现在是天启十九年 我们不是刚从棋盘里面出来吗 难怪我一直找不到你们 是棋盘的问题 棋盘一念即是人间一年 在大师兄的指引之下 宁缺二人来到了越伦国国都朝阳城 自从桑桑被确定为冥王之女的那一刻起 整个浩天世界 天下各国的大街小巷 都贴满了桑桑的画像 主仆二人躲在了一个破旧不堪的小院 就地安顿了下来 由于桑桑体内的冥王烙印气息 越来越愈发的强烈 引得无数的黑鸭都向着朝阳城飞来 盘旋在二人居住的小院上空 朝阳城的众人都注意到了乌鸦的异常 也都向着宁缺二人小院围了过来 宁缺与桑桑也终于暴露 无论宁缺带着桑桑往哪逃 头顶都有乌鸦跟随总是被人看见 各式各样的敲击声 在大街小巷里响起 无数的朝阳城百姓也将二人团团为主 也有无数的青菜鸡蛋向着二人砸了过来 转眼之间 街道之上便落雾成雨